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之呢 第二天醒来 我们三个睡在了一起 摆了一个造型 人民大学的校徽 你们都知道吧 三个人都贴着对方的屁股 我们三个就这样 摆了一个人民大学的校徽 摆个这样的造型也倒没什么 是吧 就是不知道啊 哪个活跌把我们衣服都给脱了 连个内衣都没有剩下 早上起来的时候啊 三个大老爷们光着身子露着大屁股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全蒙毙了 后来啊 我们三个连一句话都没说 默默的都把衣服穿上了 直到现在 我都不好意思再见我那俩哥们 很多人呐 可能会说 利哥 你酒品不好啊 其实我酒品已经算不错的了 我有一个哥们叫什么 叫枝花式 那喝多了 那叫一个闹心 别人喝多了 最多你说啥他就疯啊 他不一样 他是一个干大事的人 他喝醉了 那就四个字 我要结婚 拿着户口本带着我家的小花 哎呀 就跑到明正局门口去了 死活都拉不回来 非要和我家的小花结婚呢 可是他能结婚 小花不行啊 为什么小花不行呢 因为那小花是我家养的狗 他要跟一条狗结婚 后来呀 他每次喝醉酒 我家那个小花呀 就要受一次伤害 有一回 在我家喝酒喝醉 非要唠嗑 我懒得打理他 他就跟我家的小狗聊 哎呀 跟狗聊天也就聊了吧 他不跟狗头聊天 非要跟狗屁股聊 把那狗脑袋一按 是吧 抱着狗屁股 一顿调侃 从如何养殖藏狗 到世界反恐危机 从宇宙尽头 是什么 到什么 初恋 哎呀 那可刘海了 可是我家那个狗啊 受到了惊吓 整条狗都不好了 整整三天呢 那小花一口狗粮都没吃 还有一次 也是喝醉了 就抱着那小花呀 这回不结婚了 给私奔了 抱着我家的狗给那个小区 哗哗就撩啊 一撩就好几圈 跑到大半夜 酒也醒了 把我家的小花下的 当天夜里 就离家出走了 小花的命运呢 也很坎坷 现在呀 我还很想她呢 最后呢 她喝醉了 没人搭理她 狗也被她整的 离家出走了 没人搭理她 还不敢搭理她 结果啊 她就找了一个东西 担心 是什么东西呢 大伙都知道仙人长 她就抱着那仙长给她留啊 哦 谈了一夜 第二天就去医院了 很多人问 咋就上医院了 早上我一起来呀 那仙人长我看的那都想哭 给仙人长整的是光秃秃啊 毛都没了 我一戳我大哥 哎呀 浑身都这刺 我说这不行啊 这得上医院呢 我就领了上医院了 当时大夫看见也很无奈 人家好好的一个医生 给人看病的 硬给逼成了兽医 我这个哥们儿啊 还不算绝呢 我有一个二大爷 那叫一个绝啊 农村的庄家汉 啊 有一回喝大了 你们看她干什么事去了 干了一件让全村都震撼的事 有很多人醒 哎呀 什么大事 她喝醉了 跳到了村子里的粪池子 啊 死活都不出来 哎呀 你就是怎么说怎么求啊 那也不出来 就是包食 人家在粪池子里一站 静静的呆着 思考着人生 啊 你问她 你在粪池里呆着干啥呢 你看我二大傻处去 啊 我是一朵象之葵 粪池子营养竹啊 它要在粪池子里开花 长成一朵最美的象之葵 哈哈哈哈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粪哥脱口秀天天把你动 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